各位朋友,印度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地方 印度民族也是一个十分滑稽的民族 大伙看过很多印度的笑话 最新的一个印度的笑话是这样 印度驻北京的大使馆 招聘一名具有丰富驾驶客车经验的司机 12到14座 应聘者需要有至少五年的驾龄 有用英语交流的能力 并且熟悉北京的路况 持有中国境内有效的驾驶执照 可以开12到14个座位的机动车 请有意者把它寄到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 北街5号印度大使馆 办公室收优编 那位说 这有什么可乐的呢 各位 完键是他开出的薪酬 薪水4500人民币起 加额外津贴 有五年的驾驶经验 还得英语流利 熟悉北京的路况 给多少钱 每个月给4500 印度是不是很搞笑啊 虽然印度很搞笑 但是呢 出了这么一事 各位 印度这牛逼大了 敢在美国搞刺杀呀 今天传来的消息 白宫4月29号表示 将印度情报人员可能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两起刺杀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 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根据华盛顿优报的报道 印度情报部门一名官员说 直接涉及了一项针对美国公民的暗杀未遂的计划 这名美国人是印度总理莫迪在美国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 报道还称 该名官员参与了去年6月19号加拿大西克教分离主义者 叫辛格在温哥华附近被刺杀的事件 我的天哪 莫迪老仙啊 派出了印度的杀手啊 跑到美国来搞刺杀了 你敢信吗 各位 怎么样啊 有两下子吧 各位 印度外交部表示 华盛顿优报的报道 对一个严重问题进行了毫无根据和未经证实的诽谤 目前呢 辛德里正在调查 这一事件 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 兰迪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对此进行 预测性和不负责任的评论 并没有帮助 白宫的发言人 卡林让皮埃尔对记者表示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 我们正在非常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将继续提出我们的担忧 去年11月美国当局表示一名印度的政府官员曾策划谋杀正义组织的法律总顾问 同时拥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一位叫辛格的人士 印度说呢 我们要跟这个阴谋划清界限 这个你们的担忧 我们告诉你 没有必要 是吧 我们也要成立小组 对你们所说的这个问题 采取必要的调查的后续行动 去年12月份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菲娜曾率领美国代表团钱马辛德里 讨论在美国的希克教分裂主义分子遭刺杀未遂的事件 你看见了没有 你只要敢批评莫迪老仙 他就敢派杀属到美国来杀你 印度啊 哎 你要说他搞笑吧 他很可怕 你知道吗 你看老仙 好家伙 这拍着这个老灯的胸脯 你给我老实点啊 印度怪不得马斯克不敢去 马斯克突访中国取消了印度之行 印度表示很震惊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呢 取消了对印度的行程 印度呢 觉得备受冷诺 有这个印度的这个媒体说呢 马斯克此举是对印度的怠慢 印度对马斯克访华的不满反应 这个说本来预定上周与莫迪见面 并宣布呢 对当地的一家汽车厂投资30亿美元 但是呢 马斯克以特斯拉有重责大任为由取消了会面 当时呢 印度政府已经为马斯克出席一个新创活动发出了邀请函 但是4月28号马斯克突然飞抵中国并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 而且呢 取得了在中国市场推出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 然后呢 取得了进展 印度媒体抨击了马斯克的行程 说呢 低劣的道德或者是马斯克 这个在商言商势力言 印度所有人感到震惊 还有一个电视台标题就是 你好中国再见印度吗 还闪现出特斯拉的重责大任 取消印度一行 一周后马上访问中国 特斯拉和莫迪办公室均没有回复置评的要求 马斯克在4月20号的时候曾表示呢 他呢 期待今年晚些时候 访问印度 但是呢 印度政府呢 这个看来是等不到特斯拉了 等不到那个马斯克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莫迪正在谋求第三任任期 马斯克本来投30亿美元 可能会推动莫迪的连任竞选 为莫迪背书 可是这么一下呢 那马斯克可能也不敢去了 哇靠莫迪老仙动不动就派杀手到美国来 那干脆我还是跟中国合作 是吧 那比较安全一些啊 莫迪老仙是吧 那个那是麻疯子 马斯克访问中国 拿到了金钥匙 他的FSD的这个就是智能驾驶系统终于落地了中国 是吧 而且呢 跟百度合作 你看我当时这个对这个分析啊 现在呢 看来应该是马斯克答应了中国 不仅中国的数据不出中国 而且呢 美国的这个驾驶数据也要传到百度 就是马斯克实际上是跟中国合作 在开发他的FSD的智能驾驶系统 各取所需 马斯克获得了中国巨大的市场 中国获得了马斯克的技术 是吧 所以呢 这是双赢的局面 但是呢 对那个 在印度啊 马斯克的投资来讲的话 马斯克就得心里边好好想想了 你看着便宜 印度的工人 看着便宜 上班的时候一摩托车啊 弄一个团啊 就来了 对吧 但是呢 用起来贵啊 懒惰 没有文化 而且印度的官员啊 效率极低 极其贪腐 基础设施 道路水平啊 配套能力比中国要差十万八千里 最后你算算生产出一辆车来比中国啊 那成本不知道高了多少去了 所以呢 很多的这些这个美国的专家又开始酸了 说马斯克啊 你到中国去 你防止中国养套杀呀 对吧 那个马斯克心里说了啊 我就和中国合作啊 对啊 我到印度去啊 连养的步骤都没有 直接就套上就宰了 对吗 各位 请不吝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 好